臭小子 你为什么要动手打你姐姐 今天不给我个合理的解释 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女婿啊 出大事了 我女儿被打晕了 现在在住院 情况紧急 你赶紧过来 记得要把医药费也带过来 什么 早上出门时 我老婆还好好的 怎么现在就住院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到底是谁敢打我老婆 女婿啊 你先别着急 你老婆刚才跟她弟弟打起来了 她弟弟是个暴脾气 忍不住就动手了 先不说了 你快来医院吧 妈 怎么会这样 你们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我小舅子干嘛要打我老婆 等我到了医院 你们最好给我解释清楚 一个小时候 女婿匆忙赶到医院 看到了鼻青脸肿的老婆 不由得心疼落泪 臭小子 你为什么要动手打你姐姐 今天不给我个合理的解释 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我大姐要把我们住的 那套房子卖掉 给你爸爸交手术费 可我和我妈都不同意 所以才发生了肢体冲突 对 我儿子说的对 我跟我儿子在那房子住了八年了 干嘛非要卖掉呢 要是把房子卖掉 我和你小舅子一家要去哪里住啊 你爸爸做手术 就应该让他自己出钱了 为什么要让我女儿 卖掉房子出手术费呢 那套房子 你们不是已经送给我女儿了吗 房产证上 也写了我女儿的名字 你说的这是什么话 我爸救我一个儿子 我不管他谁管他 那套房子也是我父母买的 他们就算送给了儿媳妇 那也是我们家的财产 跟你们有什么关系 无论你们在里面住了八年还是八百年 那套房子就是我们家的 还有小舅子 你怎么那么狠心 居然敢打你大姐 还把她打得这么严重了 她可是你的亲姐姐 你怎么能下得去手呢 现在我爸还在医院里躺着 需要移植心脏 而我老婆又被你们打得躺在医院里 你们这是要把我逼疯吗 女婿啊 我儿子不是故意要打我女儿的 儿子力气很大 我女儿傻愣愣地站在那里 躲都不知道躲一下 所以我儿子才误伤到她的 我看伤势也不是很严重 要不现在就回家休养吧 休养几天就好了 在这住院费用太高 还不如把钱省下来 给我孙子多买几个玩具 妈 你说这话还是人吗 我被打得脑震荡 还有刚才我弟弟打我的时候 你不但不阻拦 你还上前对我拳打脚踢 我到底是不是你亲生的 我就打你怎么了 谁叫你不听话呢 叫你别把房子卖掉 你非得卖 你卖了你弟弟他们一家住哪里 他们都在里面住了八年了 对房子也有感情了 要我说你 直接把房子送给你弟弟吧 这样的话 你弟一家就不用流落街头了 你公公生病要做手术 就让你公公家自己想办法 要卖也是卖他自己的房子呀 你哥住得也舒服 房子是他们送给你的 这房子就是你的 你不用卖掉房子 所以你就把房子送给你弟弟吧 丈母娘 这么没人性的话 你也说得出口 你们住的这套房子也是我家的 跟你们没有半毛钱关系 你们为什么不肯让我老婆卖掉呢 我爸等着这笔钱去做手术呢 我不管你们再打什么鬼主意 请你们现在回去收拾行李 马上搬出那套房子 如果再拖下去 耽误了我爸的治疗 我让你们好看 我真的笑掉大牙 你能让我们怎么样 告诉你 我们死也不会搬出去的 我们要是搬出去了 我们住哪里 你们流落街头怨不了别人 只能怨自己 你为什么不自己努力 自己多挣点钱 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呢 你把我们家的房子当成你家的 简直就是赤裸裸的 纠战雀巢 真是可耻 女婿 你非要把我们逼上绝路吗 非要逼着我们搬走 你怎么这么歹毒 还有你这个臭丫头 一句话也不肯帮你弟弟说 养你这么多年 有什么用 真是个吃里扒外的死丫头 姐夫 我告诉你 我刚才打你老婆 我一点也不后悔 谁叫他一点都不替我考虑 你们知不知道 要是你们让我们搬出去 我老婆会跟我闹离婚的 你老婆跟你闹离婚 跟我有什么关系 还不是因为你没本事 谁叫你一天到晚吊锅铛 游手好闲 上个班也是三天打鱼 两天晒网 哪个人愿意跟你这种人在一起 也就是你老婆傻 臭丫头 你说什么 你竟然敢这么说 你弟弟看我不把你打死 有本事你就打啊 这些话我早就想说了 你住我们家房子这么多年 我们一分房租都没要过 相反你还天天问我 拿钱去贴补你 我真是受够了 有你这样的弟弟 我真的感到很被爱 你再说一次 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动手 不把你打到跪地求饶 我就不是你的亲弟弟 话音刚落 弟弟直接冲到大姐病床前 抡起拳头重重地 朝自己的亲姐姐挥去 女婿眼急手快 挡在了老婆面前 用力往后一推 小舅子被推倒在地 紧接着 扬起拳头重重地 打在了小舅子的脸上 女婿 快住手 再打下去 你小舅子会没命的 是这个臭小子 先打我老婆 我为什么要住手 她明目张胆地 欺负我的女人 我不会饶了她的 小舅子 我为什么要打你 知不知道 我打的是你不懂感恩 我打的是你恩将仇报 我打的是你狼心狗肺 当初你结婚 你跟我们哭诉你没婚房 我和姐姐不忍心 看到你没房子住 就把房子借给了你当婚房 还有 你工作多年却不思进取 连一份存款的都没有 为了让你不至于结不成婚 我和你姐 给你买了二十万的车 还帮你了出了十万的彩礼 最后还给你老婆 买了八万八的三斤 这些你都忘记了吗 你现在还敢动手打你姐姐 真是恩将仇报 女婿啊 尊明是我女儿太不听话了 非要卖掉房子 把她弟弟赶走 我女儿也不是个东西啊 我儿子见我女儿 这么咄咄逼人 才收拾她的 难道你儿子 是你的亲生孩子 你女儿就不是吗 你偏心也得有个度啊 你儿子都三十好几了 工作工作不像样 要房子没房子 要没车子没车子 这是谁造成的 还不是因为你的娇生惯养 才让她变成了 只会索取和依赖的巨婴 还有 我没想到 你居然也会对你的亲生女儿动手 你真的不配当母亲 老公先别说这么多了 公公的病要紧 我们赶紧把房子卖掉吧 卖掉了 就马上去交手术费 老婆 你别担心 我已经联系好了中介和买家 他们一会儿就到家里 你先在这里安心养病吧 一星期后 女婿果断报警 丈母娘和弟弟也如愿 进到包吃包住的小黑屋 朋友们这个结果还满意吗 如果是你们遇到这种遭遇 你们会怎么做呢 一起在评论区聊聊吧